欢迎收看本节目 福格森时代首次来自露天看台的最新消息 曼联男族和女族目前同时登顶积分榜 这在曼联俱乐部历史上首次做到 真是双喜临门 曼联男族和女族本赛季联赛战况如下 曼联男族17轮11胜3平3步积36分 领先利物浦3分排名第一 曼联女族10轮8胜2平保持不败 击26分多赛一场领先切尔西女族3分 曼联女族成立于1985年 在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男族家 女族同时领跑积分榜的情况 这或许是曼联球迷需要记住的时刻 特别是曼联男族时隔8年再次登顶英超积分榜 本赛季利物浦遭遇了范迪克家 哥麦斯两大主力中尉赛季报销的伤病 而曼联也遭遇风无力的顽疾 目前队内头号射手是各项赛事中打入8球的福灯 可以说这个赛季是曼联后福格森时代冲击 英超冠军的最佳时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